美国金融市场一个大雷或许正在孕育中 而且这有可能是比美债更大的雷 最近一个3A评级的贷款支持证券出现了罕见的大幅度亏损 这是次贷危机以来首次最高信用评级的投资品出现了爆雷现象 这个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金融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也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了冲击 美国银行最新公布了一份报告 一项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中 最高评级的投资部分居然也导致了投资者亏损约6%的本金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 巴克莱银行的报告显示 以曼哈顿中呈百老汇移动大楼的抵押贷款为支持的3.08亿美元票据的3A级部分投资者 因贷款以大幅折扣抛售 收到了不到初始投资的四分之三 亏损幅度超过25% 这一事件同样被视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商业地产支持的最高评级债券投资者首次出现此类损失 美国多方面的经济数据显示 目前情况并不算太差 通胀已经初步得到了控制 回落到3%的区间 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强劲的表现 因此美联储的官员和白宫官员都不约而同的多次乐观表示 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但现在3A级别的投资品出现爆雷 让人不禁想起次贷危机爆发初期的一些类似事件 当时也以为是一些孤立事件 但后来却变成了连环效应 最终引发了那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全球评级巨头汇域预测 美国写字楼的价值可能会遭遇超过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溃的暴跌 迄今为止 写字楼价值已累计暴跌约40% 距离2008年暴跌47%并不算远 但市场尚未触底 这一次的跌幅有可能更大 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美联储依然保持着高达5.25%的联邦基金利率 到今年3月份 已有31%的商业抵押贷款出现了长付困难 这一部分的价值高达520亿美元 未来违约率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到2025年年底 到期的美国商业地产贷款总量将超过1万亿美元 而到2027年 这一数据将达到2.2万亿美元 这表明 美国商业地产的困境可能在未来两年内成为最大的潜在危机 如果按照相同的比例计算 其中31%出现困难 那么就是超过6600亿美元的贷款有可能变成坏账 这必然在金融市场引发更大的危机 很多人都把目前的美债危机列为美国的头等危机 但实际上美国的商业地产危机才是确确实实的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在于美国财政部可以不断地发行新的债务来偿还利息和到期的债务 但是办理了商业地产贷款的机构 却未必可以获得再融资 因为对应的地产物业价值不断下跌 即使银行愿意提供再融资 额度也难以覆盖原来的贷款额度 这里有一个最近的案例 曼哈顿地区的移动办公大楼在6月初已不到5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但是上一个业主在2018年购买时 价格达到1.53亿美元 也就是说现在只是当初的零头跌幅达到了惊人的67% 而且对于美债来说 即使发新债出现困难 美联储可以直接印发美钞来还钱 但对于商业贷款来说 这没办法通过印钞来还钱 因此短期来看 美债暂时不会爆雷 但是美国的商业地产贷款爆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市场对美国商业地产市场的担忧正在银行系统中蔓延 越来越多人担心 商业地产市场的不稳定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动荡 尤其是在商业地产贷款大量到期的背景下 这有可能导致部分中小银行出现挤兑的情况 值得留意的是 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3月 美国的中小银行还在不时地发生破产事件 而最近这一个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日本 日本第五大商业银行近期不得不通过抛售资产来获得现金 以尽可能减少投资损失 因此我们判断 一个比美债更有可能被引爆的雷正在孕育中 中国对欧展开双反调查后 欧盟转变态度 称将与中国启动贸易磋商 6月22日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邀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 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举行了视频会议 双方在会议上一致同意 就欧盟对中国新能源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启动磋商机制 去年10月 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起反补贴调查 该调查最终在今年的G7峰会之前得以落地 根据欧盟委员会6月12日发表的声明 欧盟正式决定 对从中国进口的新能源电动车征收最高38.1%的额外关税 该关税将会从今年7月4日开始正式实施 此前 中方多次敦促欧盟希望能够与欧洲重新回到对话协商轨道 关注彼此合理的利益关切 避免贸易冲突升级 并且中国还发出警告 如果欧盟一意孤行 中国必然采取行动捍卫自身的权益 但是 欧盟方面始终未对此作出回应 一直到中方拿出实际行动 拿住了欧盟国家的七寸之后 欧盟的态度才发生转变 6月17日 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决定对来自欧盟的猪肉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 根据商务部的公告显示 针对欧盟的猪肉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 是中国畜牧业协会提交的调查申请 从2020年到2023年 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以及相关副产品的出口 占据中国市场同类产品进口量的54% 欧盟猪肉以及相关副产品通过低价的方式 大肆向中国市场进行清销 对中国相关产业构成了冲击和影响 因此提交对欧盟猪肉以及相关副产品的反清销调查 这次调查从6月17日开始将会在明年的6月17日前结束 中方公告发布后 欧盟相关国家坐不住了 西班牙农渔和食品大臣普拉纳斯表示 尽管该调查在短期内不会对西班牙的猪肉产业构成潜在影响 但是西班牙依旧希望中欧能够保持相互理解以及保留谈判的空间 以避免对农业领域造成影响 贸易战对中欧双方没有任何好处 而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下属的相关领域的负责人布雷霍尔姆则表示 希望各方关注这些措施对就业、食品安全以及生产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 鉴于中国可能对猪肉产业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欧盟必须强调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 并且于今年7月4日之前正式寻找到替代的解决方案 此前 中国商务部也已经做出决定 在中国酒业协会的申请之下 对原产自于欧洲的葡萄酒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白兰地生产地区 而中国的白兰地进口几乎全部来自于法国 对此 法国国家干议行业协会主席莫里对此表示 深切关注中国对欧盟白兰地反倾销调查的结果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对于这类反倾销调查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论是法国还是西班牙 都是推动对华新能源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的主要国家 中国针对这两项农畜产品的打击 可以说是相当精准 直接将矛头指向始作俑者 因此 中国商务部的这两项反倾销调查 是在向欧盟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如果这些国家破坏市场规则 那么他们也要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因此 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强硬反击态度 很可能是欧盟转变态度的一个关键原因 除此之外 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是欧盟做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因素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特朗普极有可能在今年11月份赢得大选重返白宫 而特朗普对欧洲同样乐于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因此 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行打压 非常有可能导致欧盟同时爆发与中美的贸易战 这显然是欧盟不希望看到的情况